大家好,我是Chuchel,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三傍晚,日聯盃分組賽激戰連場 其中A組的橫濱水手將主場迎戰北海道紮房江薩多 橫濱水手取得分組賽兩年勝,球隊表現值得信賴 今將主場迎戰近方飄忽不定的北海道紮房江薩多 橫濱水手劍指分組賽三年勝應該沒問題了 說回橫濱水手,他們絕對是日本足壇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他們歷史上曾多次獲得頂級聯賽日聯盃以及日本天皇盃冠軍 球隊實力以及抵運是無容置疑 而今屆日聯盃裡,橫濱水手自然出極強的競爭力 前兩輪分組賽過後,他們取得全勝皆值 期間攻入三球,還能夠保住球門不失 攻防演出是非常之好 另外,橫濱水手今季是日職聯當中也有不錯的發揮 前六輪聯賽過後,他們取得10分 暫時排在積分榜中上游位置 而且與前列隊伍的積分差距並不是很大 所以說球隊前景是頗為值得期待 尤其值得一提是橫濱水手今季得分點更多 包括安達神諾佩斯在內五名球員已經在聯賽當中開債 相信球隊攻擊群金像能夠帶給北海道雜訪光殺多厚房先 是有很大的壓力 加上金像,有主場之利的橫濱水手絕對是一個優勢 加因他們連續多將主場未嘗敗職 而且目前仍處於各項賽事主場兩年勝當中 這顯然能夠帶給黃濱水手金像增添了不少的爭勝本錢 至於北海道雜訪光殺多方面 他們過往曾經長期運輸在低組別聯賽 國內杯賽競爭力自然相當有限 球隊整體實力亦不宜高估 雖然雜訪光殺多在今屆日聯盃分組賽暫時在積分榜位居次席 但他們恐怕無法專心關注這項賽事 因為他們今季聯賽開局表現未如人意 打完六輪,他們只取得一勝三和兩虎 暫時得六分,在積分榜的下游為之 防守表現差,顯然影響到他們戰績差的一大因素 加因他們聯賽至今崑牆失球數多達1.83個 球隊後防線顯然難以抵擋對手的衝擊 至於近況方面,他們的表現亦非常飄忽 其中最近三將各項賽事只得一勝一貫一負平庸戰績 而且三場比賽色球數都達到兩球或以上 球隊以自己狀態,的確很難令人有信心 加上今將要作下 所以說,雜訪光殺多恐怕今將只能夠失望議會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BYE BYE!